因為疫情現在是來到了第三級警戒 不少業者都受到狀創 在經濟部公佈的數據之下 餐飲業的營業額計算動向指數是 來到了十三點九 創下了歷史新低 經濟部預計要拿出四百億 對個人還有企業進行補助 而在教育方面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決定了 要針對家裡有國小以下的孩童 發放一次性的家庭防疫補貼 大約是一萬元 預計這回紓困期會來到八千四百億元 立法院二十八號再度協商紓困條例修正草案 要把預算拉高到八千四百億元 要搶預算部會首長都來了 這波疫情來得又猛又急 經濟部公佈營業額計算動向指數 零售業四十七點六 餐飲業更只有十三點九 創下新低 代表廠商對五月營運相當悲觀 端出的四百億準備來發放現金補助 像是小攤商等個人 每月一萬元為期三個月 五到六月衝擊五成以上的企業 員工補貼薪資每個月兩萬元 隨著三級警戒延長 全國學校同步停課 教育部有計畫在幼兒園該繳的代收代辦費 六月份先不收 有國小以下學童發放一次性家庭防疫補貼 一萬元 大約兩百五十萬名孩童受賄 後續會請教育部 衛福部做好相關的受理 跟發放設計的準備 紓困條例修法最快三十一號通過 第一波紓困資金最快六月四號就能入帳 政府希望能帶來及時雨 為民眾解決燃眉之急 華視新聞即剛成績學台北報導